请向我们解释 田野中拜子的比喻 种下好种子的位置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的种子就代表天国的疑虑 但拜子就是邪恶者的疑虑 杀拜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就是末日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他们会把拜子收集来用火焚烧 在末日的时候亦会如此 人子要差弃他的使者 将一起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人 在他国度之中选择 而他们会被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定会有哀哭和切齿 到时二人会在父的国里 好像太阳一样发光 有意可停的就应当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